去年二月份我做了个地震房 全获得了将近7个亿的播放 没想到这种末日题材这么受欢迎 那今天我开启史诗末日主题系列 末日必保的制作 我计划对实验室230平的地压室进行大改造 这边就是我们的1号实验室 这边是2号 那边是4号 1号胜过去 我在霍林土结构的基础上准备再加层钢板 并且安装一个30厘米厚的防弹金库的防弹门 实现小说电影里面的绝对安全 并且里面蔚来会具备一时柱形的所有功能 想想就很开心 2号自循环生态区 可以像马克达蒙那样在火星种土豆 在地压室我一起种植植物 房顶 太阳能发电 污水 资源过滤 做到自己自足 3号亮望塔以及院子的防御攻势 把战线往外拉 蔚来这里就数个大亮望塔 4号就最厉害了 防核辐射的地宝 蔚来我将用铝板跟铅板 把这边全做一个防核辐射的墙 构建最后一个防线 好了 首先开始第一步 买材料 哎呀 这次买的材料可多了去了 钢管槽 钢板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才刚开始 材料才买了十分之一 我这地宝可学非常多的创意设计 大家一定要关注介绍 观看我们的史诗作末日地宝系列